朵朵老师教英文说故事 大家觉得这本书还好玩吗 我还记得我跟外甥Austin在共读这本书 我才念一次完了之后 然后他就很急着想要自己来动手操作 包括翻页啊 然后把书倾斜啊 然后把书倒过来拿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按照书里面所设计的一些口令去做 所以当爸爸妈妈在共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只要把这几句口令给熟读 然后记在脑子里面 就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玩这本书 那我现在就来介绍这本书基本上的一些口令 首先呢我们常听到他每一页都要我们 Turn the page Turn the page 就是翻页 OK Turn the page 当我们在跟小朋友共读绘本的时候 他如果还小还不会就是跟着你一起来读 要你读给他 但是你可以请他们帮你做翻页的动作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Turn the page 好Tilt the book to the right Tilt这个字呢就是倾斜的意思 或者是水不小心打翻了 我们都可以说Tilt Tilt the book 把书倾斜 to the right往右边倾斜 书往右倾斜 好 再还有一个Tip the book Tip跟Tilt一样都是有倾斜的意思 当然他在英文当中Tip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小费 就是在美国要给小费 Tilt Tip 都是倾斜 OK So Tip the book Some more 就是再倾斜一点 所以就是我在讲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我一直在往右倾斜 倾斜 然后这只野狼他就会一直掉下来 好再来Shake the book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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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摇 摇 OK 把书摇一摇 Shake the book OK Turn the book Upside down 把书倒过来 颠倒 把书反过来上下颠倒 就是Upside down Upside down OK 这个是画失败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不是一个很会画画的人 所以大家就勉强接受 这只野狼呢 从斜坡上 因为你一直怎么样 在我们故事当中就一直 Tilt the book 对不对 Tip the book some more 所以一直往右倾斜 所以他就一直掉下来 我们看书中有用三个动词来形容 他倾斜的意思 Sleeping OK 因为这个书里面是现在进行式的这个文法 所以他会在后面加上ing 那么原型动词是sleep sleep 像我们滑倒了 比如说被香蕉皮绊倒了 sleep就可以用这个字 再来fall fall就是掉落或者是跌倒 再加上ing falling 好 还有一个字tumble tu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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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示大面积或者很大的东西轰隆隆的滚落下来 像是山上的土石流 我们就可以用tumble这个字 那记得后面如果加ing要把1去掉tumbling tumbling 好 最后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字在绘本里面 很常出现就是这样的动作 紧急抓住 用力掠夺 或者是很用力 比如说 哥哥抢弟弟 或弟弟 妹妹抢姐姐的玩具 等等 就是grab OK 就是很用力 很快速的抢 grab 这只夜狼呢 grab the branch 他抓住了这个悬崖边的树枝 就用这个字 grab grab 你们都学会了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